欢迎收看全球进行事 我是叶佳荣 今天节目一开始带您到中东世界来看 这里烽火连天 现在恐怖攻击的目标甚至瞄准了新闻工作者 伊斯兰激进组织ISIS 在阿富汗的首都克布尔发动了攻击 有两名自杀炸弹犯 他们假扮是记者趁机引爆炸弹 造成41个人死亡 当中也包括了10位记者 这是法新社驻阿富汗摄影中心主任 马来生前扭下的作品 透过摄影镜头 马来拍下一张张 阿富汗人在战乱下的绝望和希望 只是马来的拼命显然让他置身于危险中 当地时间周一早上八点左右 阿富汗首都克布尔接连发生了两起爆炸 有自杀炸弹犯先引爆了一枚炸弹 引来记者到现场采访 紧接着又有一名打扮成记者模样的炸弹犯 引爆了另一枚炸弹 这起自杀攻击出自ISIS之手 至少造成了41个人死亡 其中十个人是记者 这十个人当中有八位为阿富汗当地的媒体服务 总是最早到现场的马来也没能逃过死劫 自杀炸弹犯假扮成记者发动攻击 这也让战地记者的安全越来越没保障 这六十五位丧命的新闻工作者 有高达五成四在战争地区遇害 其中就有九位记者在阿富汗上命 尽管如此 这已经是十四年来的最低纪录 马来的遗体很快被亲友埋葬 透过他眼睛拍下的这一幅幅照片 已经为战乱下的阿富汗留下珍贵记录 而在阿富汗的邻国伊朗 核武问题全世界都在关注 2015年伊朗签下了线核协议 同意要终止发展核武 换取松绑经济上的制裁 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多次扬言 要退出这项线核协议 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更是大动作地召开记者会 指控伊朗政府对于技术有所隐瞒 可能随时准备要重启核武 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指控伊朗说谎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召开记者会 说取得了重大勤资 指控伊朗为被和各国签下的线核协议 暗地里偷偷发展核武 只是这场记者会似乎比平常更加戏剧化 像是变魔术一样的揭开了黑色布幕 纳坦雅胡说 以色列取得了半顿重的秘密文件 都是伊朗偷偷发展核武的证据 以色列指控伊朗是把这些资料 偷偷移到了德黑兰的废弃仓库 激励隐藏起来 还揭露一段伊朗外交部长的访谈 准备狠狠打脸 展示了种种证据和资料 纳坦雅胡最后的结论就是 伊朗再说谎 只是端出的证据似乎不够有说服力 欧盟冷回应 选择相信国际元能总署的报告 而在美国更让一堆官员觉得毫无新意 讲的都是在线河协议之前就已经知道的旧文 官员毫不客气泼冷水 但是纳坦雅胡坚持这都是新的市政 强调会再把资料提供给美英法等国来检阅 还再次上电视抨击伊朗说谎 坚持伊朗随时准备重启核武计划 纳坦雅胡的这些话 唯有美国总统川普是百分之百支持 由于川普不断扬言要退出这份线河协议 就连法国总统马克宏出访美国的时候 也是要来说服川普改变新意的 但现在似乎证明以色列的说辞比较有用 CN记者分析 纳坦雅胡的记者会刻意用英文简报 摆明了就是要说给外人 也就是川普听的 也是在为川普退出线河协议来铺路 这份当时是在前美国总统欧巴马任内 签下的线河协议谈了将近十年 最后伊朗同意把浓缩又提炼纯度 维持在百分之五以下 不能用来发展武器 如今川普扬言退出 可能又会让各国气得跳脚 TVBS新闻综合不斗 而一样也是拥有核武的北韩 在两韩的领颂峰会之后 金正恩的态度是180度大转变 他愿意关闭核子试验场 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 频频的释出善意 也向南韩递出了橄榄枝 之前川普称他是火箭人 不过现在金正恩的国际形象 变得是开明又亲和 不过这样的转变到底是真是假呢 还有待时间来验证 文静会刚落幕 首次出访南韩的金正恩 在峰会期间语待幽默 不只让他随口提到的 平壤冷面爆红 也难得让媒体直播 他在徒步桥上 和文在寅常谈的画面 有媒体找来专家 透过金正恩嘴型 分析他说了些什么 发现他提到了川普 专家分析金正恩用字 潜词都很谦卑 和外界认知的金正恩很不一样 纽约时报也细数金正恩的转变 金正恩2月先在平昌冬奥 派出美女啦啦队 和妹妹金宇正出访南韩 吸引全球目光 随后更邀请南韩艺术团 造访北韩 南韩官员居中传话 促成了川金慧 川普也开始对金正恩 另眼相看 川普也想见见自己口中的火箭人 只是川金慧的时间和地点 一直没有搞定 川普透露很快就会对外宣布川金慧地点 其实他早就看中了板门店 北韩考量金正恩的安全和交通倾向在板门店举办 只是白宫内部尚未取得共识 也让新加坡列入考虑 虽然川金慧还没有新进展 两韩斗士已经开始落实板门店宣言 拆除边境的新战广播设备 南北韩先前透过广播设备展开心理战 也曾吸引不少北韩士兵脱北投城南韩 在文经会上两韩取得共识 暂停敌对状态 文在寅还特地致电联合国秘书长 邀请他们来当见证 面对板门店宣言 以及金正恩180度的大转变 也有专家提醒大家 先看清北韩想获得什么 北韩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外界认为北韩有意刺激经济 近来频频对外释出善意 希望减轻国际制裁 金正恩见完了习近平和文在寅 接下来要见川普 高峰会开不完 中日韩也已经敲定 9号要在东京举行峰会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南韩总统文在寅 都会前往东京和日本首相 安倍金三碰面 届时北韩议题也必定成为 讨论关键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而在中日韩的三国高峰会之后 全球瞩目的另一场峰会 就是川普跟金正恩的川金会 时间点预估是在 5月底到6月初之间 而至于地点选在哪里呢 包括了新加坡跟蒙古这些第三国 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不过川普就说了 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地点 是具有历史性跟代表意义的板门店 和平之家 紧接着要登场的川金会 美国总统川普心中有了最佳选择 先是放话说 川金会最快就在三到四周举行 更抢先在推特上建议 会面地点就选在板门店和平之家 在北韩交界线 文在寅金正恩双手一握 两韩关系有了转变 先是北韩宣布调整时区和南韩统一 南韩则是停止新占广播 文在寅支持率更在四个月以来 首度突破70% 比一星期前上升2.2个百分点 真正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下一步得靠川金会 川普也强调新加坡等地 也会是考虑地点 但不论在哪里 美国和南韩的共同目标 是希望达到朝鲜无核化 美国希望北韩能够依循 2003年的利比亚模式 但其实北韩曾在1992年 和南韩签订朝鲜半岛非核化 共同宣言 事后却毁约 即使上周文在寅金正恩 才在国际舞台上上演 两韩一家亲的和平戏码 美国总统川普也不敢大意 不过月初曾和北韩领导人 金正恩见面的美国国务卿 蓬佩欧对于北韩的费核计划 倒是很乐观 不过北韩的核火问题 已经持续25年之久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轻易得以解决 验证和放弃核武都需要 循序渐进 但也有人说 这一切都是金正恩的阴谋论 目的是要美国撤除在 朝鲜半岛的驻军 以及核武飞弹防御体系 总是心事淡淡的美国总统川普 碰到金正恩这个火箭人 也多了几分犹疑 毕竟金正恩总是不按牌力出牌 TV新闻综合报道 这一切都是金正恩总统川普